躲过炸弹人突袭的碧姆慌张万分 他很清楚自己不是雷赛的对手 因此抱起电刺拔腿就跑 见碧姆对电刺不离不弃 雷赛只好再次发动攻击 以名副其实的炸药腿炮弹拳招呼碧姆 虽然碧姆躲过了雷赛的拳脚 但还是被其引发的爆炸重飞 事实证明 在炸弹人雷赛的围追堵截下 电刺已经无路可逃 你也是思考的人吧 现在放下电刺赶快逃跑的话 我可以找你一命 雷赛以冰冷的语气威胁着碧姆 但碧姆显然不会这么做 为了保护电锯大哥 碧姆决定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化身鲨鱼恶魔形态 全力攻击雷赛 然而 雷赛只需轻轻触碰碧姆的头 就能将其引爆 因此双方刚刚交手 碧姆就被炸成了烤鱼 雷赛炸鱼的时候 正巧有一车恶魔猎人经过 发现有活干的三人 立刻抄起家伙 下车迎敌 将雷赛围住后联络同伴 发现雷赛会说话后更是惊叹 这应该是个狠角色 然而 还没等三人展示实力 雷赛便将彼时一般的小火星 弹在了其中一人身上 三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便已连人带车 原地爆炸 也幸好有这三个人用生命搅局 碧姆才能找到逃跑的机会 等雷赛回过神来时 已经再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同一时间 秋受好友野茂的邀请 来到了其所在的 对模二科训练室帮忙 并把二科队员训练的满脸失血 野茂建议秋回到二科上班 别总在特别行动科打打杀杀 还说自己五年后 就能当上副队长 到时候会正式邀请秋 听闻此言的秋 立刻装出欣喜的表情 满口答应 而这些 全都被其搭档天使恶魔 看在眼中 离开训练室后 天使恶魔询问秋 为什么不告诉野茂 自己活不到五年 秋则反问天使恶魔 为什么会知道 被告知识帕瓦说的后 骂了句混蛋恶魔 随后警告天使恶魔 不许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天使恶魔则羡慕地表示 自己也想早点死 因为活着就得不停努力 只有死了才是解脱 就在此时 野茂突然冲到二人面前 让秋赶快下楼 到门口去 有个自称特别行动科的魔人 正在求救 而这个魔人 正是从雷塞手中逃走的毕母 发现毕母和电刺身受重伤后 秋连忙询问情况 毕母也如实相告 说炸弹人来了 还说炸弹人 是枪支恶魔的同伙 听到枪支恶魔四个字的秋 瞬间血系上头 追问毕母 为什么知道炸弹人 是枪支恶魔的同伙 见毕母吞吞吐吐 不肯回答后 更是威胁他 不说就就地处决 但毕母依然拒绝透露 他告诉秋 自己一旦说了就会死 这是和马骑马的约定 就在秋对此感到疑惑的时候 炸弹人雷塞 已经来到了对魔二科 训练基地大门前 还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喂 那位美女 不好意思 请不要再往前了 这里是对魔二科的训练基地 平民禁止入内的 野茂礼貌地 规劝着缓缓走来的雷塞 雷塞则一边道歉 一边朝野茂求救 说自己被恶魔袭击了 文婷此言的野茂 对秋吐槽起了雷塞的演技 说哪有人被袭击了 还笑得这么开心 随后让秋带上 毕母和电刺 赶快撤退 并联系本部和副队长 通知此处 所有二科的人备战 另外 看到雷塞的野茂 总觉得他有些眼熟 仔细回忆了一下后 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又否决了自己的猜测 而此时的雷塞 已经没了耐心 将手放到了脖子上的安全栓上 看来没办法了 那就一个不剩的都杀了吧 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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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属